王宝强的风波稍微停歇了一阵 胡彦斌和郑爽的粉丝似乎又不安分了 胡彦斌更是站出来维护粉丝 据悉8月25日有爆料称 在厦门拍戏的郑爽在生日时得到胡彦斌特地人肉快递上门 两人随后还一起过夜一丝复合 消息一初便引起了部分郑爽粉丝的不满情绪 并留言胡彦斌恳求放过郑爽 而此前郑爽爸爸也曾在微博上发文称 胡彦斌是花心大萝卜 这也导致了胡彦斌和郑爽粉丝之间的不撕大战 8月26日上午针对郑爽粉丝与自己粉丝互加一事 胡彦斌在微博发文表示 我是我 粉丝是粉丝 二者不要混为一谈 不要因为不喜欢我而不喜欢我的粉丝 请你们离开 谢谢 言多必失嘛 其实有时候你讲的这个话不是这个意思 经常会被人断章主义嘛 而对练琴进展并没有做出回应 网友们也留言评论道 不管和谁在一起我们都是旁观者 真的只希望你好就好 加油 我是小爽的粉丝 但是我也喜欢你 谁都不是你 自己的人生自己知道就好了 没必要解释太多 好好保护你家小爽就好 这才是一个男人该做的 陪你回头 请你看着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